是由我們去談一下劉副市長 劉勳芳有談到說他是承擔市長給予的那個重任 他要來參選左南區 因為左南區是民進黨還沒有光復的一塊行政區 那市長是不是談一下這個事情 當然 因為 劉勳芳擔任高雄市的副市長 從他回到高雄 他任何擔任重要的職務 包括世界運動會的執行工作 大多是死命必大 他是非常專業認真的夥伴 他很多辛苦 所以就會認為說 劉世翁是不是能夠換你一個跑道 讓他的角色稍微調整一下 他從來沒有參選過 所以有很多在左南地區的朋友 給他很大的鼓勵 當時站在我的立場 當然我也知道左南地區 也有現任的議員要參選 也有其他我們過去的夥伴都有意 是要參選 如果大家都是很優秀的人才要參選 站在我的立場 我們都認為民進黨內當然有一定的 好 好